贪得无厌的人类国王为了宝物 对和平有胜的精灵王国发动了侵略 精灵王国能够击溃暴君的侵略吗 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迪士尼出品的奇幻大片 沉睡魔咒 故事发生在一个古老的大陆 这片大陆上有两个敌对的邻国 人类王国生活在平原地带 又贪婪暴力的国君统治 精灵王国在生活在摩尔森林 国民之间没有等级贵贱之分 在摩尔森林的一棵巨树上 生活着一个长有翅膀的仙女 仙女生来心地善良 看到有生物受伤便会忍不住替他们治疗 这份善意让仙女在森林内备受挨戴 人类王国和精灵王国之间有着清楚的界限 两者之间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 但是这一天 森林内却闯进了一个人类男孩 男孩在森林行进后 躲进一个山洞里头不敢出来 仙女只好出面调停 在仙女的鼓地下 男孩总算是走了出来 仙女让他交出偷窃的宝石 之后便带他离开了森林 两人都是孤独的孩子 男孩名叫斯蒂芬 小小年纪便父母双亡 类似的遭遇 让两人很快变成了朋友 临别之前 斯蒂芬和仙女握手告别 没想到手上的铁戒指却伤到了仙女 斯蒂芬听说仙女不能接触铁制品 转身将戒指扔了出去 这个举动也为他赢得了仙女的清心 在这之后 两个小伙伴便经常一起玩耍 随着两人一天天长大 孩童间的友谊 逐渐变成了男女间的爱情 在仙女16岁生日这天 斯蒂芬终于吻了仙女 还哄他说 这是真爱之吻 这样的日子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 随着年岁的增长 史蒂芬的野心也越发膨胀 这份野心让他离开了仙女和森林 转而投靠了人类王国 仙女则成为了摩尔森林的守护者 在仙女的守护下 摩尔森林原本是一片相和 但是贪婪的人类暴君却因为贪欲 朝摩尔森林发起了进攻 仙女对暴君发出警告 让他赶紧撤退 暴君却执意要发动侵略 仙女只好召唤出所有的守护精灵 两方人马在边界处展开了一场大战 仙女凭着高招的法力 直接发动斩首行动 重伤了人类暴君 士兵见国王受伤 很快便退出了战场 重伤的国王自知命不久矣 他在临终前给大臣立下遗嘱 谁能够去森林杀死仙女 就能迎娶他的女儿 继承他的王位 史蒂芬听到这份遗嘱后 忍不住动的邪心 他独自来到森林 用花言巧语 麻痹了仙女的防备心 之后便下腰迷晕了仙女 野心勃勃的史蒂芬 本想杀死仙女 但终究是下不去手 最后他灵机一动 割掉了仙女的翅膀 仙女醒来后 发现自己的翅膀被人割去 爱人也不知所踪 不仅发出了哀嚎 失去翅膀之后 仙女变得十分虚弱 他失去路边的树枝 将他变成了自己的法杖 之后仙女又在路途中 遇到了乌鸦精被捕 他催动法律 将乌鸦变成了人形 吓跑了捕猎的人类 乌鸦精赶逆仙女救命之恩 决定留下替他笑命 就这样 乌鸦精成了仙女的情报官 他飞到人类宫殿 发现了史蒂芬拿仙女翅膀 交换王位的事情 仙女听说之后 一气之下黑化 成了冷酷的魔女 同时还成了精明王国的统治者 没多久 史蒂芬便和妻子有了小孩 他为女儿安排了 隆重的受洗仪式 要让她成为 全天下最幸福的孩子 但是没想到 仪式进行到中途 魔女却亲自来到了现场 他对史蒂芬当年的伤害 依然耿耿于怀 为了惩罚史蒂芬 魔女给公主 降下一道诅咒 在公主16岁生日那天 他会被纺锤刺破手指 陷入死亡一般的沉睡之中 除非他接触到真爱之吻 否则他将永远不会醒来 这道可怕诅咒 让史蒂芬寝食难安 他命令军队收缴了 全国所有的纺车 将他们通通扔进了地牢里头 接着又将公主 托付给三位魔法仙子 请求他们将公主 带去一个隐秘的地方 抚养到16岁01天 三位仙子依照史蒂芬的嘱托 将公主带到了一间林中小屋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些行动 全都在魔女的掌控之中 你可真丑 让我都替你有点难过了 三位仙子并不懂得照顾小孩 公主在他们手底下 被饿得哇哇直哭 魔女实在是有些看不下去 只好让乌鸦精 悄悄送去花蜜 让公主可以正常成长 史蒂芬那边 十分仇恨魔女的诅咒 将女儿送出宫后 她便一直盘算着 寻找魔女复仇 人类军队再次来到 木耳森林外围 朝森林发起了火攻 魔女早已在那里 建好了坚不可摧的荆棘之墙 人类军队再次大败而归 闲暇的时候 魔女便会来到林中小屋 看着公主成长 有时候公主遇到危险 她也会及时出手相助 可爱的小公主 可能早已察觉到这位魔女后 不仅不会怕她 反而会朝她撒娇卖谋 这也让魔女的内心 有了一些变化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可爱的小公主 渐渐出落成美丽的少女 她在荆棘之墙附近长大 对墙后的世界充满了好奇 同样打着荆棘强主意的 还有史蒂芬派来的军队 不过今天他们不走运的 碰上了魔女 魔女将乌鸦精 变成了一只恶狼 很快便吓跑了士兵 不过乌鸦精对此 似乎不太满意 赶走士兵后 魔女将公主带进了摩尔森林 森林仍然如从前那般美丽 汐水不断从山间流下 金鸣在里头翩翩起舞 公主非常喜爱 这些可爱的小金鸣 和他们十分亲近 暗中观战的魔女 对此也是十分的开心 很快 公主便发觉了暗中的魔女 她对魔女丝毫没有畏惧 反而开心地称呼魔女 是她的仙女教母 因为她很早就发现 魔女其实一直都在暗中保护她 公主的善意 逐渐融化了魔女内心的尖兵 让她更加疼爱公主 她会带着公主观看金鸣的表演 还会加入公主的队伍 陪她一起玩一些小孩子的游戏 直到有一天 魔女终于忍不住 想要收回自己的诅咒 但是她却绝望地发现 就连她自己 也无法收回当初的诅咒 就在魔女陷入后悔之时 事情却出现了一丝转机 公主在临间闲逛时 偶遇了一位异国来的王子 两个年轻人乍见之下 便一见钟情 两声欢喜 乌鸦金在一旁提醒魔女 这个异国王子可能就是上天派来 解除公主诅咒的天选之人 只要有了真爱之吻 即使公主陷入沉睡 也能将她唤醒 但是魔女却根本不相信 世上有着真爱之吻的存在 很快 时间便来到了公主16岁生日这天 公主向三位仙子提出 想搬去摩尔森林里住 仙子只好将诅咒的事情 全部告诉了她 公主来到森林 向魔女询问此事 却被告知 她心目中的仙女教母 就是那个施咒者 伤心的公主来到宫殿 寻找自己的父亲 史蒂芬知道 今天正是诅咒生效之时 她让士兵将公主关进屋内 同时和部下谋划着 怎么应付魔女 魔女那边对诅咒十分着急 她找到了一国王子 带着她直奔宫殿而来 然而还没等她赶到宫殿 公主那边便误入地牢 被那里的纺锤扎破手指 陷入到沉睡之中 为了唤醒公主 魔女带着一国王子 穿过满是铁块的地牢 终于成功将王子 送到了公主面前 三位仙子在一旁鼓动王子 让她为公主献上真爱之吻 然而 王子的吻事献上了 公主却依然没有醒来 魔女在一旁目睹了这一切 她伤心的来到公主身旁 向她忏悔 还忍不住动情地吻了公主 没想到片刻之后 公主竟然从沉睡中苏醒过来 这感人的一幕 看得一旁乌鸦精 也忍不住泪目连连 魔女这边总算是 成功将公主唤醒 但是史蒂芬却早已在店内 设下陷阱 她特地让铁匠制造了一张铁丝网 用来抓捕魔女 魔女在铁丝网下 无法发挥法力 只好将乌鸦精 变成一只喷火龙 将她救了出来 喷火龙和士兵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终究是寡不敌众 魔女那边也被铁皮盾牌压制 无法施展自己的法力 史蒂芬穿着一身特制的铁盔甲 再次朝魔女发起了攻击 眼看魔女就要葬身于此 公主却偷偷跑进宫殿内部 将魔女被割头的翅膀给偷了出来 魔女重活翅膀后 再次拥有了飞行的能力 她冲过士兵的重重包围 拖拽着史蒂芬冲出了城堡 现在魔女终于有机会首任这个渣男 但是心善的她 终究还是放了史蒂芬一条活路 谁知史蒂芬竟不知好歹 还想从后头暗算魔女 最后将自己送上了绝路 史蒂芬去世后 魔女重新变回了以前那个心地善良的仙女 人类王国和精明王国也迎来了统一 仙女成了统一王国的新国王 她将公主请到摩尔森林 还侧分她为自己的王后 这份举世无双的真爱 终于结出了灿烂的果实 这部沉水魔咒延续了迪士尼一贯的唯美风格 仙境一般的摩尔森林确实让人赏心悦目 安吉丽娜朱莉饰演的魔女也是十分出彩 尤其是这个棱角分明的歌特装 完美地表现了魔女一阵一邪的特质 不过这些都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是这部影片告诉我们 爹妈没有后妈亲 异性面丽无真爱 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本期结束的小伙伴 可不可以动一下你们的小拇指 长按下方点赞三连支持一波呢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爱你们的屁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三连支持本期的小拇指 并且不吝点赞三连支持本期的小拇指